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其实呢 你不要以为水下移植很少 其实水下移植还蛮多的 有一个最神秘的一个地方 最神秘的水下移植 而且最神秘的古城在哪里 在云南 什么地方 云南有一个湖叫虎仙湖 虎仙湖在哪里 在云桂高原上 在云南上面 它等于是蓄水量最大的一种 它比太虎还要多 还要大 那在1992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 1992有一个潜水专家 这个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水鬼 因为他也有潜水人叫水鬼 他到云南这个虎仙湖 他经常天天叫他讲说 虎仙湖有移民去捕鱼的时候 有时候下网会捞起来好像是 类似古代那种建筑的那种石块 什么东西的 陶冠 他就潜水 你看他一直不断在抚摸的这些 这个人叫耿卫 耿卫他下去 他后来下了这个虎仙湖 下了八次 下了八次去看1992下去 他上来又拍了一些影片 这个就是他 拍了影片里又 他说虎仙湖里面 真的有古文明的存在 有一座古城 城在这里面 水底下有一座城 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古城他有拍出来一些古代的 你看这种东西像石膜 中间有一个开一个枣孔 这个绝对不会是 自然发生的一个产物 它是磨的那个杵 对 有点像石膜那种 对 然后他拍了一段 这个是那个 他说有一块像 我们讲说像人行道一样 你看大概300公尺长 用石块叠出来 300公尺长宽大概7公尺 这个石块 对 另外你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 像这种遗址的那种遗迹 这个虎仙湖 虎仙湖 你看它其实在云南 它很大 它像一座海一样 水非常清澈的一个地方 所以神仙到这边也会留恋 所以叫虎仙湖 那它最奇怪 我说这个湖 为什么叫神秘 就是一个沉下去而已 这个它进去以后上来 它讲了一段话 它说里面它看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恐怖它用恐怖形容 对 这个虎仙湖里面有所谓的水底石库 里面很多大体 而且大体到现在为止没有湖烂 那些大体泡在水里多久了 没烂 因为我们知道虎仙湖 它大概深度大概80公尺 平均水深80公尺 算水深很深的一座湖 它仅是以在中国仅是以长白山的天池 水深80几公尺平均 所以它那个80几公尺底下 那个水流动很少 切氧 而且水压力大 所以很多维生物细菌 没有办法在这边生存 很奇怪 泡水不冷 不冷 所以这个湿体保存得相当好 而且它很奇怪 它觉得非常奇怪 是燃泥分开 这些尸体燃的人 燃得在水里面 它是大体是往前傾 对 往前傾 你的呢 你的大体是往后仰 是 燃得往前傾 你的往后仰 很奇怪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很多医学分析 说是脂肪值不一样什么东西 它里面既然发现失库 怪 对 很怪 所以刚才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另外好 既然有这种海底移植 那它就开始用这种扫描 扫描 你看它扫描出来 这个有三座这个像 感觉像金字塔有没有 旁边还有一种轮廓 这个是椎状体 对不对 对 椎状体 这个椎状体你把它放大出来 大概就这样 水底金字塔形状了 它是真的金字塔 金字塔 而且丈量出来 大概高21公尺 21公尺大概现在七层楼高 古代它在这边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古文明遗址 那这个东西后来你知道 大家会在找文献 文献报 这边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古层的存在 它从哪里来的 对 后来在文献里面找到两个很短的一个记录 一个是在帝王年表里面记载 所以战国时期离现在刚好差不多两千三百年前 是 战国时期当时有一个楚国叫楚庄王 楚庄王他有一个部将叫庄俏 庄俏他当时曾经带领部队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大道 后来投降楚庄王以后 带领部队 尹征云南这个地方 尹征后来拿下云南以后 他就自己在云南 自称为田王 云南叫田 田王 建立一个古田国在这边 那后来你知道他建立了以后 他要享受 又盖了一个离宫 我们讲行宫 是避暑的一个行宫 就盖在这个虎仙虎旁边 前减短的这么一段文献 就算是这段文献 我们所能描绘的 曾经有一个王国存在过 然后来到湖边避暑 OK 怎么会沉到水里去 对 第一个 后来这个古城叫古天国 对 司马迁史记里面也有写到这一段 说在这个大池 云南这个大池 大池塘的大池 其实这个虎仙虎以前就叫大池 也叫龙池 对 大池旁边有一座这种所谓的古城 叫鱼眼古城 鱼眼古城 但后来他很短的几句话 后来从司马迁之后 没有任何文献再写这段话 那其实这两段是不谋而合 对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国度在 后来你看 考古学家当然也去打捞 打捞到这个叫田王之印 这个印 云南的那种地方很多石 其实那个印 上面这个石的钮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确实这边有五天国的一个存在 田王金印嘛 才会做个印章 他来过 来过对 至少在这边建立过 那为什么后来消失 不知道 在唐朝以后就没有任何文献记录 所以考古学家提出两种讲法 一种是地震 地震那个整个山体滑坡陷落下去 所以这个古城沉到水里面 沉到胡仙虎里面去的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一样 水灾或者说那个水位上涨 胡仙虎的水位上涨 上涨到后来 到后来把这个古城淹没 淹没在底下了 所以这个无论如何都是天灾嘛 要么天摇地冬地震 要么水位涨上来 但你怎么去解释 男的往后仰 女的往前倒 这样其一 几乎讲其话一的死态呢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谜团 它只能列为谜团 没有办法去用科学去理解 为什么蓝的前情你的后仰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神秘的地方 还不止这个 这个胡仙虎 它很神秘的一个地方是 它里面 里面我先讲这一个 这个叫戒鱼石 这块是什么杯 这块石头 我们在虎仙虎 它其实是一个像 像这个虎虎形状很大 它中边 中间有一条像小河一样的通道 连着这边另外一个小湖 叫星云湖 星云湖 连着 这边这个通道 它其实是两三之间的一个峡谷 变成一条小河 这条河叫隔河 很奇怪 叫隔开的隔河 隔河 河是这个河流的河 为什么叫隔河 这个 这边隔河这边就有一块石头 叫戒鱼石 它所有的虎仙虎的这个鱼 它这种鱼叫抗浪鱼 因为虎仙虎的浪很大 那只有一点小鱼可以生存 叫银色的身体又发亮鱼色 叫抗浪鱼 会抵抗浪 抗浪鱼 但新银湖就比较小 而且新银湖水比较平静 水位还高 这个虎仙虎高9公尺 那有一条小河 水位可以相通 那照讲河相通 两边的鱼会互相拜 你来我家我去你家 跑来跑去 但它不是 虎仙虎的鱼 这种刚刚来讲 这种银色的抗浪鱼 只要游到这个河的中间 刚好是芥仪石这个地方 不越雷池一步 他觉得我是从这里来的 我绝对不会游到 这个小的地方来 对 这是国境之南 我到这边我一定往回走 一样新银湖的鱼 到这边来 到这个芥仪石这边 它也会往回走 新银湖的鱼 我跟妳就沉不高水没落 大头鱼很大 这边湖仙虎的鱼很小 大龟大 小龟小 你家龟 你家我家龟 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这些 这看浪鱼 它绝对不会越过雷池一步 你看它这样出来 银色的很亮 它到这个芥仪石这边 它一定往回走 跟新银湖的鱼 大家老死不相往 基浅相闻 但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科学要怎么解释 我到这边 对 也没办法解释 我不能理解 他们有的用科学去解释 比较勉强 他们讲是说 两边鱼的习惯不一样 因为虎仙虎的鱼水深 但浪大 浪大它会捡取湖底的那种 比较算那个微生物 所以小鱼可以在这边吃 大鱼就很难生存 刚才说底下水 含氧量不够 是 那个新鱼湖就不一样 新鱼湖大鱼 有微生物 有那个可以吃小鱼 吃藻类很多 所以新鱼湖的鱼 在那边有它生长的环境 五星湖的鱼有自己生长环境 互相不业界 业界的话就很难生存 只能做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 这边叫孤山龙宫 它的名字取得都很特别 孤山是在虎仙虎里面 中间的一个小岛 那这些小岛很奇怪 这些小岛底下 有那种所谓像那个 像那个洞一样 岛底下有那个 龙洞 龙洞 对 龙洞 那为什么叫龙宫 龙王最大 鱼一定要来各种 鱼类要来朝拜 他很奇怪 这些鱼经常往这个方向走 就游到这个孤山龙宫 钻到这个洞里面 去看龙王 但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虾兵蟹这样来到龙宫 有去无回 对 有去无回 所以他们说去朝拜龙王去 所以就这边有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孤山龙宫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他这边有那个 像刚才讲说 虎兴蟹有那个小鱼 那其中有一种大鱼 叫青鱼 他们曾经那个鱼鱼 在那个湖上划 要捕鱼的时候 看到有很大的像树木一样 像树木一样 那是什么东西 结果他们以为是树木 结果划过去一看 这个鱼的背脊露出来了 其实不是树木 这么大 叫青鱼 它到底有多大 不知道 从哪里来不知道 虎兴蟹刚才讲 通常都是小鱼 唯一的一种大鱼 刚才讲大鱼很难生存在这边 但它唯一生存的 就是这种青鱼 很大像树木一样 是 这又其中一个米 另外刚才讲说 这个地方 我们讲磁场异常区 磁场异常区 这里也是吗 五仙湖也是 也是 它所有的飞机经过上面的时候 它所有的导航仪器 全部会受到干扰 严重干扰 会失灵 所以这边经常 其实五仙湖底下 也埋上很多的这种所谓 灰行器 所以当你如果讲到了 这些所谓罗盘 这些指南针指北针 来到这地方 它就想不到 而且你看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澎湖百慕打 澎湖西南边这边有一个海域 有一个百慕打海域 那个海域 你看它飞行脸形容说 第一个 飞机道上面上空 会螺盘失礼 第二个 海边会有强光出现 虎仙湖也是一样 有神秘的光丸 这个吗 对 没有错 它湖里面会射一种 很强的光出来 有时候会看到 有时候你就看不到 到目前为止 科学也是无法结束 所以到现在为止 虎仙湖总共有七大谜团 一直存到 存在现在 关于亚特兰提斯之谜 我们很想知道 可是我们永远参不透 今天晚上社长 要带我们来看到 最近又有一个 居然跟2400年前的 古书预言 如此呼应 让人觉得 真实的感到害怕 对 镜像 在西方世界 他们讲说 有一块失落的一个文明 这块失落的文明 大概已经找了2400年 连我去年 又会都去找了一次 这个是哪里的 是西纳克里特岛 跟麦西里 文明的一个手带 欧洲文明之母 就在这个地方 是 我去年六月去跑了一趟 对 那就是寻找所谓 亚特兰提斯 有人讲说西方世界 欧洲世界的 文明之母岩 在麦西尼 或者米洛斯文明 米洛斯文明的更上去 就是亚特兰提斯 留下来了 所以大家都在找 柏拉图 他曾经写过两本书 叫提麦欧斯 提麦欧斯 跟克里伊亚斯 克里伊亚斯 跟提麦欧斯 这两本书 是记载 柏拉图记载 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 跟这两个学生对话了 对话的一个对话录 柏拉图把它写 这是他的手稿 柏拉图的手稿 手稿 他說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高度文明 那他怎么去描述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文明一定要有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 他写在大西洋中 大西洋中在哪里 在海神 这个就是海神破在东 海神跟一个叫海克利斯之柱 海克利斯大力士 海克利斯之柱的一个对面 有一个亚特兰提斯 这个高度的文明 OK 那提到了海克利斯之柱 海克利斯之柱在哪里 西班牙的直部骆驼 那问题来了 西班牙直部骆驼 他写对面 他没有写得很精准 不但有时候写东西不是很精准 对面 对面东跟西是对面 南跟北也是对面 那如果西班牙直部骆驼 东西对的时候 刚好对应在大西洋这一块 那如果是南北对应 西班牙比南边 刚好是西非这一带 所以都有种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个图是一个复原图 就是说根据他的柏拉图的一个描述 把这个亚特兰提斯做 他是一个同心眼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当时在发展出来的 有几十万人住在这边 同心眼总有三个环 这边第一个环 一个环 两个环 三个环 三个同心眼 环跟环中间是用运河 运河把它围绕起来 围绕起来 所以你必须要跨过运河 你从内环到第二环到第三环 你必须要很大的桥梁 整个像辐射状的 你看这边一横 这个辐射状的就是它的桥梁 把它连结起来 整个外围地区 才是居民一般的庶民住的地方 王公贵族住这种所谓三环之内 那是让我问你 这一个所谓的 示意想像的亚特兰提斯 曾经存在的样貌 是我们后来的人脑补出来 根据2400年古书 脑补出来的 画出来的 真实世界有找到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建物吗 对 刚才讲这三环之外 北边你注意看 这北边他描述的是 北边有山脉 南边是靠海 靠海 地点都描述出来 这个文明高度高到什么程度 他说这个文明里面 那个地砖铺的是黄金白银 墙上铺的是黑色跟红色的 这种大理石块 听起来就越来越不真实了 我记得说在 对 所以我们讲 他可能是一种神话 其实这一块 除了柏拉图提到以外 其实有一个比柏拉图更早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西纳历史学制 西方历史学制副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他在写历史 跟写波西战争的时候 你要读历史不能不读这一个人的书 他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人 他其实也提到亚特兰提斯 他也做这样的一个素描 包括后来老普林尼自然学家 就旁边灭亡的时候 他也跟着灭亡了 那个老普林尼 其实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OK 那这样地方 他其实一个很详细的记载 他说这个三环 三环的直径大概有多少 直径大概23.495公里 大了 这样的一座城池 对 这是主要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一个首都 一个首都的一个中心点 23.495 好 这个数据出来了 形状也出来 地点都出来了 OK 大家都开始在找 包括我去远去西纳去看了一些地方 那后来到1965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双子星计划 他卫星打上太空的时候 从太空中往地球一看 不得了 在沙哈拉沙漠 因为你如果人走在那里 沙哈拉沙漠 你如果走23.495公里 你走在旁边 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原型 你只能看到一些土堆 从太空中照下来 照到这个东西 沙哈 他们称为沙哈拉之眼 沙哈拉沙漠之地面 有这种你看 原型的 环型的 我们把它换到这边来 这种环型的 三环 也是三环 跟这个 有一个呼应 呼应得非常像 这是最新的一种讲法 那第二个 OK 地点在哪里 沙哈拉沙漠 他在西徽的一个地方 叫毛利塔尼亚这个地方 毛利塔尼亚西边 这边靠海 刚好这个地方 北部也有山 也有山 地形上也很像 形状也像 所以有可能 这一块是现在讲 最新的一种可能性最高的 一个亚特兰提斯斯座的地方 那刚才讲 有一个数据 不是很老找 柏拉图 柏拉图对 讲说23.495公里直径 那这个东西已经出来 仗良一下就好 所以很多地识邪家 科学家往这边去赶 我要头皮发麻 这个一比就一翻两瞪眼 一翻两瞪眼 结果你知道吗 海外人对比出来 这个中心 这个环岛 这个中心岛 是五个stadium stadium是什么东西 是以前西纳的一种 丈量单位 他们叫丸尺 五个stadium大概多少 一个stadium是185公尺 是 所以中心大概将近925公尺 这一个中心的环 是 直径23.495公里是多少 它是127个stadium 对 就柏拉图写的是 127个stadium 127乘以185公尺 一个stadium是185公尺 等于23.495公里 OK 这边丈量出来 这个环多少 多少 23.5 差了0.005公里 等于多少公尺而已 5公尺 对 凶步 对 凶步 直径既然 已经几乎是完全99.9%接近 你如果说一个地方 他要讲巧合 他不敢巧合 你如果说23.5 变成21点多 差了一两公里 你还有话讲 他差到0.00 等于刚才讲 只差5公尺 23.5公里差了5公尺 这几乎是完全混合的一个状态 环钻的东西也混合了 直径也混合了 再来 这个高度文明刚才讲 他的城市用很多金银铜 金银铜 OK 这个毛利塔尼亚这个地方 这个沙沫之眼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毛利塔尼亚现在的所谓 矿子的一种探勘 他是前非洲 产金 产银 产铜 第二大的一个国家 另一项矿产的呼应 对 他从地质也去印证 从地质上印证 他是非洲第二道 所以这个地方 确实他有足够的金跟银 跟铜 以前古代叫三铜 加一个三 一个三铜 三铜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等于说古代 他这边不划这种矿产 只是古代有这种文明器 开发跟提炼出来 来布置这样一个城市 那我们讲说 在寻找这个亚特兰提示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大家从海里面 挖掘了很多宝贝出来 很多我们很难想象的 所谓的 另外一种高度文明 或者是一种 天外文明进来 在波罗迪海这边 这个是2001 波罗迪海这边 曾经发现过 当时是Google Ocean 拍这个海洋的时候 发现这个海洋 90公尺的深处 底下有一块 这种圆形的东西 这个圆形的东西 你把它看清楚 它跟电影 星际大战里面的千年之音号 这一架 你把它对应 或者说从这边看 没有 这个情况 对应非常像 是 他们说这简直就是千年之音号 是 你看 你把这个 转90度过来的话 这个凹槽不就是这个凹槽 一种巧合 不知道有缘 刚好对应上 那这个东西在海底 它也是一样 超乎我们想像是 后来 有一 有一对 OceanX 这个是一个海洋 探勘号的一个专家 他们就去找 找说 既然拍到这个 他们去找 后来才发现 进去又丈量 这个在海底 90公尺的地方 这个研盘 海底90公尺的地方 它直径 它既然达到60公尺 比4.747 还大的一个研盘 那大家会讲 那可能是海史地形 侵蚀出来一块石块 但没有 他们去了两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靠近潜水 靠近这个地方 200公尺左右 发觉会头晕耳晕 会有呕吐感 不舒服 所有旁边带的仪器 全部失灵 他不让你进入 他不让你闯越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丈量 这个直径60公尺 这个他等于说 他好像滑行的一个 在海床上留下滑行的轨道 其实这个有两个 是 滑行的轨道将近四公里 将近四公里 所以他是一个滑行 好像降落 停在这边的 故障的 怎么样不知道 所以他们第二次再去潜水 在过去的时候 在过去的时候 去挖了一块 挖了一块 这个所谓 大家讲 你是岩石 根本是海史地形的 挖了一块东西 等于他的一个样本 样本 起来又一两不得了 金属的 是金属 所以你等一下再想说 如果他是海石的 地形是石头的话 第一个我怀疑 他怎么可能雕刻得这么工程 结果果不其然 他根本是金属 对 金属 金属 里面含有钛 含有蒙 还有铁 所以他已经印证 这个东西 他是金属做的 金属做了这么大的东西 你一定会想到 境外文明的幽浮 幽浮 所以他们你看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 第一次你看这个放大 这个盐盘放大 这边有两个黑黑的 对 他其实是这个 所谓千年之音号的一个路口 一个路口 他们过去的时候 这边其实有两个门挡住 有两个铁门 等于说要隔绝 现在敲开没有到现在 对 现在敲开了没有 没有 因为他们当时就想打开 我打开进去 看不就得了 里面有什么仪器 你没办法打开 因为海底90公尺 里面的水压太大 太大 这个铁门 你去用潜水的方向 你除了借助机器 机械的东西 你拉不开 所以他们只好 取了一个样本回来 后来一两 确实也是金属的 而且他也释放出 所谓干扰的这种电信 那种干扰的东西 到现在还存在 那这个东西 到底波罗底海底下 留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时候 如果降落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 只是说 在寻找亚特兰提斯的过程 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讲 在很多海底世界 就是因为要寻找亚特兰提斯 突然去发现 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一些科技 或者说一些 一些我们的 失落的一个历史 那这个千年之音号 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 他也会说 我们可以做的 一整个人 都会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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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